袁鳳英、盧嘉年及梁海亭等人 为一个慈善演唱会演出 开场前还有王夏慧现身 送金牌给一班有份参与演出的歌手 大家为了帮人出心又出力 所以演唱都零射投入 梁海亭演唱这首《问我的英文版》 又只是作曲人黎小田生前很想出的一首歌 另外嘉年有份主持的健康关注组 早前在一个颁奖例上 榮获最耀眼电视资讯节目 不过可惜嘉年当日因为有工作在身 没得亲身上台取奖 当然有遗憾 当初我知道要取这个奖 心里就是不开心是什么 我不可以去现场和一班兄弟姐妹 一起分享这种喜悦 但开心的是什么 我现在可以尝试 然后又获得这个奖 我们的健康关注组 所以很矛盾 怎样都好是一件好事 我来附近 我在马来西亚登台园回来 我就要拍新一季的健康关注组 另外就是我们增添了很多新的元素 除了我们会去了解多些 奇难习症或者他们的问题之外 另外就是我们来附近 会我们健康关注组的义工团 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Charlie首诗名作《天若有情》 已经推出了三十几年 她表示现在演唱这首歌 和当年有不同的感觉 赖人家这是我的歌 上海老鸟 hurricane 上海老鸟会 下临街 上海老鸟也双少 就像鸟雁 compon 共存首歌歇的一切 此世短暂 全身土瓜消失的風格 其實經歷過這十年 我記得之前見朋友的時候 即是見傳媒朋友是一五年 現在都差不多十年 經歷過那麼多 其實是個人沉澱了 成熟了 而且對一些歌詞感觸得很大 所以現在的味道我相信已經不同了